我发现这个太容易上瘾了 一下进去 你可以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这个进步太大了 我觉得这个生活原来可以这么样的方便 当然有些人说 比如说这个网购也碰到假货 碰到什么的 可能我是比较幸运 运气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服务 以前没享受过这么方便 七天无理由退换 八个小时之后就到你门口了 当然可能油费你得掏 啪就拿回去了 就可以无理由退换 哎呦我就有几天我就觉得 我就我算理解他们那个断手 断手足那个 断手足那个乐趣了 哎呀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真的 这个不行 我就发现我干不了别的了 就是这一天呢 全是在这个里头 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这么多的选择 你知道吗 就你就变成开始啊 他是把你一下子就了解了 你这个人要什么价位的 喜欢那种格调的 全国各地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同类的 啪啪啪啪就给你排出来 而且那最后你发现给你这样服务到了牙齿 给你方便到了这么样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控制了你 对 这个想起来啊 是不是还得简单点 是那天我拍这个金鱼的当天我也是在这个就是大棚里面的海里面游泳 那个时候我有很生气的感受 其实你躺在那个海里面 你身体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就是眼睛 眼睛和那个帽子游泳帽 然后一个游泳裤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但是你在海里面 你觉得其实那一场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你和你在一起 你那个肉身和那个灵魂在一起 和天地在一起 和海在一起 和你想象当中的这些鱼类在一起 但是你上了岸以后 你打开手机 很方便的就吃的用的什么东西 你看了以后 它会勾起你的欲望 就是当你便利了以后 你身为你生活周围可能堆满了你原来并不需要的东西 因为你的欲望被满足的太快了 我前一段就我有朋友跟我说 现在很流行一种这个方式 他说叫做那个一年不买计划之类的 不买 对对 就是他一年就他就什么也不买 就是我就就是我不花钱 就除了我要吃要喝的 这个最必要的这些东西 那我都不买 那么我怎么过日子呢 比如说我忽然发现我需要一个东西 我没有 那怎么办呢 不要买 是在你已经有的东西里面去想办法 你要激发自己的创意 我要想办法 我怎么去弄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 就是极简的就是这个生活 它不是简单 不是单纯的简单 对 它是极致 你要极致 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资源用到了极致 这个它是他们所谓的 我小时候我哥哥就跟我说过 当你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再三想一想 可不可以不买 可以不买的就不要买 那是没钱 当时就 这个哲学我印象非常深 当然我现在就很有犯罪感了 我现在不是这样想的了 对不对 这个是极简主义 你说的这个简和简还不同 但是我现在是觉得 你觉不觉得哪怕是在家里 也太忙了 我可以同时在开会 在这个这个剪片子 然后呢 我还在这个这个网购 还在挑肥减兽 你知道吗 哎呦这个 你到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家的门铃啊 叮咚叮咚叮咚 我说我们祖国商业太繁荣了 这个快的 琳琅满目 我现在就觉得就是今天你 你一个人一天 你能干的事 比20年前的人多太多了 然后呢 你同时在看着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信息 你什么都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确实提供了这个 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你又不能不用 又不能不用 我过去是什么呢 就是说 出去在外边忙了一天 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 想歇一会儿 我现在是星期天 一天没出门 到了晚上 我说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 其实就是自己把自己给 给给给带进这个节奏里了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手机啊 这个社交媒体啊 这个是典型的 马克思说的异化 就是他本来是给你方便 给你方便 但是他太方便了 造成了你的能力的下降 造成你的需求的增加 造成了你的贪欲的上升 我到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病 你知道吧 去洗手间啊 手机不在身边啊 办不了事 解不出来 对 这些习惯 其实因为只有这段时间 人是坐在那里 可以安定的看手机的 本来是看书 看杂志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 要拿一个手机 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心理依赖心 我其实不要 可这点时间我可以不看的 可是那个东西不在的时候 它影响我的 对我的迫害到了什么地步啊 你要注意植物神经要紊乱了 这个其实你刚才说 你现在觉得 能在家里完成的事情 比以前人家多很多 我倒觉得是少很多 因为你以前可能专注的 做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我现在会发现 开启了好多事情都不能完成 比如说你多久没有完整的 读完过一本书 或者说你今天早上想 我想查一个东西 然后忽然被带走了 就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回来 而人的就是大脑 实际上是喜欢这种被打扰的 就有人说 人为什么会迷恋手机 因为就包括这个网络 它不断地给你打断 新的这个就是刺激 在我们的前额夜去行 就是形成这个兴奋 人是喜欢这样的被打扰 但这样下去 我就老想 我这一天 当我结束的时候 我如果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 看我自己 就在那里这么点时间 然后忙忙到的忙忙到的 都要做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觉得我会变成一种 面目可正的人 第一 你的精力肯定不集中 你的成就按原来古典的定义 你的成就肯定差 你的人生肯定浪费 第二呢 所有这些你做的事情 都是人家精心研究出来 最符合人性的 所有你做的事情 这个手机给你提供的 一定是你们最符合 如果不符合人性 他早就把屏幕更大或者更小了 为什么是这样大 为什么这样操作 这个大公司 他一直在研究你人的特性 而这个特性很多都是弱点 没法抗拒的 我们在这里能做的事情就是 好 你这么方便 你这么多的手机 但是我们怎么样继续用艺术的手段拍照 那这个才是人在这个潮流当中的 这个抵抗能力 这个科技影响生产力 生产关系 我也要讲 科技是最大的生产力 他一推出来 这个事情只要全世界这样流行 你顺他者 怎么来说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你当然特别的人 你可以说我不用手机 但那都不是常态 对不对 但是他不妨碍人们还是用 普通的照相机 拍出艺术型的照片 不妨碍一个人 一天到晚拿着手机 好像不离 但是脑子还在思考别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唯一的做的方法就是抵抗 这种照片怎么拍法 这种照片像写小说一样 他拍一个人的一张照片 一瞬间 其实要拍出他的人设 或者说拍出他的典型性格 换句话说 要知道这个人 知道贾平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你在讲的时候 我的一个提问就是说 摄影大师 要是他不认识这些人 他怎么来捕捉 凭直觉来捕捉一个人的瞬间 假如说实体生 他做这个伦理上 但是我觉得实体生 恰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 那么一个男人 其实他的身体很不方便 但是他内心很需要 他让我给他找几张照片 比如说刘易斯跑步的那个 还有卡拉扬 还有爱因斯坦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 他的眼睛 他的胸怀 其实是很开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能够呈现在他的表情上 脸上 身体不太方便的身体上 如果一个敏感的摄影师的话 他哪怕静静地坐着 看他几秒钟 也许他能够接受到 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 其实他有个办法 就是当年为什么能够 拍出这些照片呢 他就跟他们交朋友 知人论事 长时间的就跟你在一起了 对 其实我拍那玩意的那些照片 我就陪他去买菜 在金安寺 他这个 我跟他去买菜 刚进门见到他 然后他就说 肖泉 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 和你结婚 什么 你不要去骗那些小女孩 和你结婚 他就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觉得 已经看到他有骗的动作 就类似于 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就是你是一个记者 你是一个到这来 他要摆姿势 给你拍照片的 那么一个人 你看我跟张一谋 拍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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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夕相处半年 让照片混半年 对啊 真是能混的 多和少 有的时候你为了拍到一张照片 你可能要等 等很久啊 极简实际上是极复杂 对 你真正能够出来一个 少极多 就乔布斯 他的信条 因为他是学的禅宗 他在他家里面坐着 他觉得那个沙发长得不好看 他就没药 他坐在一个垫子上 然后地板上放了一个台灯 我有他这张照片 他就信奉 少极十度 我在想为什么 真的是 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少 代表了某种准确 对 就你找到了那个东西 它最本质的那个东西 就不需要其他的了 比如说 你像 像这个姜文吧 对 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啊 你看他的这个样子 然后我能想象 现在他在杂志封面上的照片 也见过啊 对 但是这个照片 我觉得就是 好像没有任何的伪装 对 没有任何过多的东西 那时候他刚刚拍完 他的处理作 就是阳光灿灿的日子 在他工作室的楼顶上 见的照片 我们老话说 这个要淡 但是要浓厚之淡 要朴 但是要这个 这句话呢怎么说 就是意思是 很繁复以后的朴素 那这样的才是艺术品 这个阿诚啊 很多时候他讲一个东西啊 哎 你把一个东西讲得很高深 这是一种本事 对吧 但是你把很高深的东西啊 讲得很 讲得一听 让你眼前一亮 这更是本事 你看 他就讲 我们都往往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像极简吧 就是包豪斯 很多人都是包豪斯的 这个信徒了 是吧 就觉得这是 公文主义 这个线条 他就说呢 其实 他给你一个新的维度 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工业革命之后 但实际上呢 是便宜 你觉得 开始你追求 咱们觉得这个极简 是好像非常高的 但是你要看到 他这个背景 你比如说他提到 当年这个第一次 那个世界大战 德国是战败国 战败国那赔呀 对 赔的就很惨 首先这经济上 你就是就穷嘛 然后再有一个呢 这个极简的这个线条 意味着什么呢 工业形材 那个时候有了第一次 这个工业革命 蒸汽机 所谓蒸汽机的发明 就是开一下 一下压出一个东西来 这些东西可以生产一千件 有些风格 上面很多雕饰啊 很多什么像什么 巴洛克风格 洛克克风格 你想一个那个建筑 成本造价 那个是不可想象的 对吗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他有很多这个原因 本身就造成了一个 比如说一个楼 你像他那样的方方正正的 一个叫做什么呢 正方形万岁嘛 那一个那样的形状 我们现在研究起来 老是觉得这个东西深刻呀 这个东西什么 当然有啊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一切也是很自然的 这个这个演变 你看他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美学 这种美学本身就意味着 可以大量复制 可以这个就是工业形材啊 依次成型 你像这个建筑 咱们就说的 咔 这是构成 所以你看 他这个极简 也可能背后 他有这么一个因素 可能就经历过极复杂的过程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这个出现了这些 极其容易这个满足的东西以后 大家开始回到说 能不能有另外的这个生活方式 真的 肖老师 你觉得现在 比如说你的这个生活状态 或者你 你你你 你观察的你的摄影对象 生活状态和 80年代 90年代时候 这个生活状态 有真的不一样 真的 你敢说的 就是一个盲子 刚才讲的那个手机 朋友圈里面 我可以10天不看朋友圈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我人挺不厚道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发一个朋友圈 有这么多人来看 评论 但是我又不看人家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天天看的话 你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 发了 对 你现在在拍他们 能拍的一样吗 或者说你觉得他们的 就是精神面貌变化大吗 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能遇到 但是你比如说那个姜文 我前年嘛 在这个桂林 我跟他见面 他还是特别的有激情 去讲他想要 接下来他想拍的什么东西 他对电影的理解 对生活的理解 我觉得他写字 他喜欢毛笔什么的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当这帮人 不再像过去那么年轻的时候 但是很多人 有些东西 他们一直是守着的 比如说那个 跟电影评论有关的 那个戴景华 我很久以前 在那个北京电影学院 拍了一张文学戏照片 后来前七天 我又到北大 他回到北大了 我觉得他 他越来越 就是那个心越来越大 支持分子的那种 那种体态 相貌 谈吐 他胖了 他走起路来 也不像原来那么的 那么轻巧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 他就是一个大的教授 他关心很多很多 妇女的问题 电影的 就是体材的 尤其女性电影 体材的问题 气场更大 对对 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我说我拍你一个背影 我就觉得他 一直在 用他的方式 在跟某种势力 在做斗争 做什么呢 去帮助妇女 电影里面的那些 疏离 我现在觉得 这个心里 要有本根 要有根 就是说 你看有些人 气场很强 能量 这个要有序性 那天有一个 老师跟我讲 你看那个磁铁 没有 你看磁力线 你把一堆铁钉子 撒在那 这个磁力线 它是有序的 有序的 就是说这个能量 要有序 比如说哪怕是一个 所谓保守的人士 我就在 像咱们今天所说的 不改初心 我就守定一个 咬定完食不放松 我守定一条 我最后呢 到最后 我能做成一件事 对啊 对吧 可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 就什么叫方寸大乱呢 就是 如果你接收了很多东西 确实每条道路 似乎看上去 都很有可能性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气啊 它就不能集中 整天就是散乱的 似乎每天 你完成了很多事情 应对了很多方面 但是呢 似乎也没见到什么 可积累的 一个一个可持续的 一种进步 专注 就是专注 集中 那这一代人呢 就是前不久 还有记者的问我 就 特别是当代文学 这一摊 那么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 莫言啊 石铁生啦 阿诚啦 这批作家 到现在还被认为是 当代文学 非常主流的作家 简单的说吧 40年都不过时 这个在以前是没有的 鲁迅那个时代 也就是十几年 20年 我的一个简单的概括 就是说 他们的本身 好像没有变 但是他们跟社会的 关系在变化 他们从先锋 变成守望者 这个过去的40年呢 社会变化巨大 科技变化 国力变化 读者变化 整个文学的生态 巨大变化 穿越网络等等等等 作家他们就像 就像文道说的 他比方石铁生 他就认住他一个理 对不对 他就要写他这个东西 那个莫言说 他十二十岁 饿肚子的那个 那个感觉 是他创作的这个动力 所以你外界环境变了 他们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 他们是社会思想解放的先锋 现在呢 他们是某种 就是说文化 怎么来说 改革开放的守卫者 所以 为什么40年不过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人是与时俱进 但我觉得 你拍的这批人啊 不忘初心 这说法有意思 专注 专注于一 你就在家里看看那些石头 你看那些石头就是一种定力 不是啊 你比如说 我玩这个 这个 这个 多手的这个 我上了几天的瘾 上了几天的瘾 我估计你像有的人 那就是摆脱不了了 因为你知道 真的好便宜 我就发现 十块钱 其中一满足 这个网购啊 现在这个 五块钱的 十块钱的 这他都能给你寄来 二十块钱的 一个小烟灰缸 也可以拿来玩玩 对吧 就是说 在很便宜的东西里 也能淘到宝啊 这就像是他们那个 玩古董的 捡漏嘛 对 有的时候 很便宜的 这个东西 也能选到好的 只要你有审美 有眼光 货币三家 又能七天无理由 退货 对吧 就是说 这是一种乐趣 可是我现在就发现 未来真的有可能 我们要警惕 进入这个游戏的时代 就是很低的成本 你以为很便宜啊 我就是买错了 也不损失什么时间 可是你现在发现没有 你的一生啊 有多少个24小时 你的时间 你的注意力 这个东西 比你掏的那个 十块钱买一个 要金贵多了 这个价钱 这是一个 非常需要警惕的事情 还有一条 你要想想 这么方便 是建立在骑手啊 那些骑手 目前的廉价 劳力的基础上 它不会永远的 对 这只是社会发展的 一个特殊阶段 对 他们啪啪啪 给你送来 你知道 但你的方便的前提是 满街的这些摩托车 对 我隔离的期间 要了一盒鲜肉月饼 送错地方了 送错地方 他送到另外一家店去了 我一打那个店的老板 他说 好 没关系 我跟那个骑手讲 叫他重新送货 骑手哭着给我打电话 因为什么 这就叫他赔啊 你知道这一盒就八十几块 我估计他大半天都白做了 后来我说算了 算了 算了 急死了 你知道 所以这些 怎么来说 不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对了 徐老师 你说的太好了 就是你看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这个 现代艺术的一个概念 我有一次在纽约街头 我就看见 我忘了那几个 什么popular 什么cheap 就是他有几个概念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他是便宜的 对流行的 为大众的 是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要让所有的人 都能消费得起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就是价格在便宜啊 对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这个物流 因为量的原因 他把这个成本呢 摊得特别薄了 对吧 但是我不懂经济学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不对劲 他总是一定是最合算的 大学里的老师发牢骚 说cheap younger better 就是找年轻的老师 就是便宜的 年轻的 更好的 就是你知道这样的话 这个造成一个竞争啊 但是无法阻挡的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啊 这个计算真是 你算不过它 我就发现就是说 过去你看 我们80年代的时候 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说的是服务态度不好了 感觉要提高服务态度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不是说商店 也就是贴住一条 本店不打骂顾客吗 对吧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感觉 哎呀个商业服务提供的 太好了 至少我碰见的 因为呢 它有个打分机制 比如说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经常碰见的是服务员 态度不好的问题 现在我发现我碰到更多的 大家也有不好的啊 但是我现在 我感觉到我碰见更多的 是生怕你有意见 生怕你不给我打五星 然后哎 您觉得我刚才服务还行吗 行那麻烦您挂了电话之后 给我打一个五星啊 就是你看一个可以说 这个竞争是如此的精密 而且有时候你说这个好玩 从你订了一本书 然后啪这个手机上啊 您这个书 您这个书已经到了杭州火车站 您这个书 哎呀我觉得有时候 你知道吗 我到杭州火车站 哎然后你知道吗 很满足啊 你就感觉从杭州 然后这个货物已经到了哪 它画出一个路线图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跟玩这个电子游戏 你想到我买的这个 哪怕是二十块钱的东西 哎呀你就想象着它 从杭州 现在到了天津分检站 咔 然后又到了某个 这个反正送货员手里 然后咔 现在到了北京大兴的那个什么货厂 咔 然后你想哎呦到北京了 很快就要到我这来了 我以后到哪 中间又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吗 你不由自主的跟踪着这个过程 可是我过了几天如梦方形 我需要知道这些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啊 你知道吗 你就全给绕进去了 他这个服务是更好的 其实是更为你贴心的 可是现在你反倒要警惕了 这个东西你花了多少时间在里面 你的生活本来我应该琢磨琢磨 圆轴派的话题了吧 你的生命就在大星跟天津之间耗掉了 对对对对 哎呀 你就你说 你想想看就是 当然他们这样做 对我们消费者是好的 应该表扬 但是现在轮到消费者 你要有充分的自制力 你这样的生活 你这么复杂 你不觉得你活得太复杂了吗 就是你要跟踪每一个物流 到你这儿 他就给你显示啊 他显示你 你很舍不得不看啊 我买这东西 主要这个手机在边上 你可以把提示关掉吗 我就由此 我有很多这个想法 你比如说你像徐老师 你看你们这个这个书 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妖风 你为什么要有个东西啊 因为英文梁文道的关系 对啊 这个妖风外边还有一个风 就是你看 现在的服务可以说是更好了 可是实际上你有时候想 有必要吗 这个砍发森林 浪费木材 浪费资源 然后最后都是扔了 就包括那么多的快递 那么多的快递 都是有包装的 对 这个快递包装 这个包装啊 这个里边是塑料的 然后外边就怕它挤坏了 还有一个纸的 稍微大点的东西 甚至给我订木箱 我一天收到 你可以你要 登登登登 半天 一个几毛钱 也不是一个几块钱的东西 也是一个包装 全扔垃圾桶里 那么对 所以运输业应该提倡极简 对 我现在有点怀疑 就是说是不是 这是可持续的 难道能一直这么下去吗 我是觉得这个人力的运输 其中这一环 是不能持续的 就是很快这些 起手 他们随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 随着他们的这个经济需求增加 他们不会愿意一直做这样 比较人工低的事情 我相信 肯定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们要想别的办法 那也许机器人代替了 到你门口 这个信 就是这个信息论里面 就有一句话说 信息的表达 不能够超过信息本身 就是 你如果把它转化成 如果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时间 就是这个信息的 这个集合的话 比如你定一个 20块钱的东西 那么 你但你花的 对你花的表达 你的时间 你对他的关注 他的包装 所有这些 其实叫他信息的表达 超过了你这个信息本身 对 实际是这样子的 就像现在这个媒体 比他提供的信息还多了 媒体这个 渠道比他提供的 实在的东西还多了 也是煞费苦心 你一打开 每天的那个新闻 都是十万个 为什么 某种 某什么人 跳楼自杀了 什么 全都跟猜题目一样的 就是把我们看 说好听一点的 他吸引我们的兴趣 让我们点开 说的不好听 脑子有问题 他不能好好的讲一句 个性竞争 没办法的 我是有两个问题 我要讲一句 大数据的好话 好话就是音乐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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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